这一排菜池泥土太少了,菜长不起来 昨天早上6点多,去拖了一袋树叶回来 早点去能少一点,太晚了,能多不好意思 你们去拖树叶的时候会不会像我一样起这么早 这个菜池30厘米高,里面的泥土只有三分之二 我觉得这个土还是少了一些,这个菜才长不起来,不通风 长起来的话也是很多芽虫 前两天我放了一些生死会杀虫杀菌 放了不到一天又下了一场雨 之前底部也是放了一些树叶的 树叶变成泥的话要经过半年多 种了一期菜,种下一期菜的时候把这个土拌一拌 树叶的话就分解得更快 多放一些树叶进去,我要把泥土跟这个瓷砖齐平 捡回来的树叶可能有各种虫脂虫卵 加一些生死会拌一下,可以杀虫 树叶看着挺多的,其实一压下去就没有多少了 这一袋树叶不知道能不能填满这三个菜池 树叶的话我是经常用 前阳台的菜池也是很深,40厘米 换记种菜的时候挖一次土,找各种叶子填下去 这个土的话就是这么多出来的 这一排菜池里的土都是从前面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 像我们这里附近的话没什么地方好挖土 刚开始用盆子种菜去那个桐沙公园挖过一两次 后面的话再也没有去挖过土了 都是这样子堆起来的 这么大袋树叶刚好填满三个瓷砖 我这个宽度是60×60的 这个泥土刚好跟瓷砖齐平 不过过段时间这个土还是会下沉一点 直接在那里种几颗黄瓜试试 这个盆子里域了香瓜和黄瓜的苗 现在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黄瓜哪个是香瓜 还是用这一盘 这一盘里面的都是黄瓜 这里还域了一点茄子 不过还没有出苗 育苗盘还是没有育苗背好 取这个苗出来也是比较麻烦的 挖了六颗出来 打算一个瓷砖中两颗 我的鸡粉不是用完了吗 还没有去买 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做底肥 之前买的草糊还有一点 撒一点下汽又可以当肥料又可以撒虫 这个刀壳炭之前放在外面也比雨了 也把这个加进去 这个也是可以撒进防虫的 中的靠里一点 到时候外面再种一颗香瓜 你们觉得黄瓜种在这里会长得好吗 还有一些菜池的话涂不怎么够 再去捡一些树叶子回来